这些药材都是劣动货 而且我们跟任喜堂 从来没有货物往来 但这案记依然有 如果我们把这些假药 给托尔丹送去 他应该会相信我们吧 托尔丹不会幸福的 那可怎么办哪 我们必须得找到 能证明我们清白的证据 去哪儿找啊 爹 你还记得不 我们在济南那次 你假扮微服出巡的格格 流落一箱 生活无浊 先将祖传翡翠皆知便宜收卖 你怎么办呢 三两 三十两 三百两 你这是想银子想疯掉了吧 这再好的翡翠戒指 也卖不了三百两的嘛 对不对呢 对啊 就是嘛 也许这戒指有来头呢 这个翡翠嘛 看起来倒是像个上品 谁拿三百两买这个嘛 是 对啊 对啊 老板 你这个戒指多少钱 三十两 给他三千两 给他三千两 天啊 你觉得好看吗 好看你们家的答案 有点女性 你觉得好感儿子 好看 我都不用上车 看素贴 好看啊 你还没有召唤 真是不二 我都不用了 樊出马 我还真是忘了 夫人 汉王的特使马上就要到了 那我们回去吧 好 行行好 行行好 行行好啊 行行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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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真的 这是真的你们看 感谢老天爷 我发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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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了 我发财了 这个女人是谁吗 好想是从波斯来的 是有钱的很 原来是从波斯来的 好像在红运馆门口接过这个人 说是波斯富豪的一双 全门来做生意的 是 他将会是国王的弟弟 将会去时候 他掌握了所有的遗财和神秘吗 是国府国王采购中毒的茶叶 药材 刺激 沿途保湿什么的 什么的 要能跟他做上生意 我这辈子吃穿都无仇了呀 夫人来了 夫人来了 夫人 夫人 请留步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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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有春天的家馈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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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夫人来了 有生气 大家有什么生意 来我这里登记 不要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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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 你觉得今儿 我那几个案子办得怎么样 不错 不错 相当地不错 不过 唯一不足的呀 是你那声尖叫里边 应该透着恐慌和害怕 你想啊 你一个乞丐 突然得了这么一个宝贝 那多少也得 怕人抢走的意思 你说是不是 是 我下回注意啊 叔 还有下回 少奶奶 少奶奶 今天整个迪化城都在议论 那位来自波斯的女傅上 今天一天可怕我累坏了 这一下午啊 来了三十多个商人 有的要卖保释给我 有的要卖明码给我 还有的人 邀请我去他们部族当首领 那有卖药材的吗 有倒是有 就是和盛龙泉没什么关系 那这几天就白毛了 少奶奶 你还是抓紧时间赶紧走吧 那个托尔丹言除必行 并且手段狠辣 落在他手里的人 都生不如死 这不是明天才第三天吗 你要是等到明天 想走都走不了了呀 要不咱们出城等着 这样 进退自如 也是个权宜之计 夫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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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个吴老板的红运馆找您 自称是盛龙泉的掌柜 手上的药材制优嫁廉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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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怎麼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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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来多久了 大概是一炷香之前到的 我让二三去叫你 让小柳先稳住他 这会儿应该跟小柳正闲聊呢 干得好 跟了你这么多年 这点小事 我肯定知道该怎么办 行了 请他们进来吧 好 夫人请放心 你既然出了这个价钱 我一定先给你 至于拿你咱们家族 让他们等着吧 那就有劳你了 夫人告辞 夫人 吴老板到了 夫人 夫人 你是卖药材的吗 是 不是 不是上灯的货 我可是看都不会看一眼的 我们圣龙泉 从来只卖上灯药材 圣龙泉吗 我倒好像听过这个名字 口碑好像还不错嘛 我们吴家在陕西 那是数一数二的富豪 吴家西院的圣龙泉 专做药材 更是赫赫有名的药材世家 不瞒您说啊 就连当今圣上 也指明了用我们圣龙泉的药 那给我看看你的货吧 正好 我带了样品 我从来都不看样品 你带我去你的库房看看 夫人 我那库房离咱这儿很远哪 没有关系 夫人 您放心 我保证 样品和货品绝无二致 我去世的夫君告诫我 千万不能相信样品 可是夫人身份如此尊贵 我怕 你那个库房 是不是见不得人 不不不不 这倒不是夫人 那 明日陈时我备好车马 来接夫人 今天不行吗 今天 这 太晚了吧 行吧 明天早上 我等你 夫人 那 我就告辞了 满宗 我不送了 告辞 我 不到 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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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